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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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有一位幽默大师曾经说过 演讲就要像女人穿的裙子越短越好 所以我现在就点到为止 因为今晚的舞台是我们七位参赛者的舞台 我们掌声再鼓励他们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会长 好了比赛即将开始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把请大家记录以下的幽默演讲参赛者的出场次序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节目表里面的是一样的 第一位出场者是陈丽朱慧友 第二位李爱群 第三位苏慧友 第四位陈金燕 第五位赵倩慧友 第六位林瑞庆慧友 现在呢我把时间交给比赛主席 卓凯蒂胜任奖言胜任理秀 谢谢 谢谢 尊敬的醉花林董事人 各位江沿会的会友 来宾们大家晚上好 好 欢迎各位出席今天醉花林华语江沿会 聊2015年2011年度 会内幽默演讲及评论演说比赛 那我是今晚的比赛主席周凯蒂 重办这次比赛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鼓励会友们提升演说技巧 同时也希望会友们能互相学习 以观摩 现在就让我来宣读 幽默演讲比赛的规则与程序 比赛主席已让叉赛者们了解比赛规则与程序 参赛者的进行演说时请各位别上次走动或拍照 请讲员注意计时器的摆放位置 就在讲台的左方 参赛者的时间为5到7分钟 少过4分30秒或超过7分30秒的都将以不合格论 计时员将在5分钟的时候亮起绿灯 6分钟的时候黄灯 7分钟的时候红灯将亮起 直到讲员结束演说为止 将会有铃声指示超时 如有技术问题 讲员将允许定加30秒的演说时间 当后我只需报参赛者名字 讲题 讲题 名字 在我重复念出讲题的时候 请各位暂停鼓掌 让我们的参赛者进入讲演的情绪状态 在每位参赛者结束演说之后 将有一分钟的肃静时间 让评判员专心做评分工作 幽默演讲比赛的评分标准如下 评判员将从三个方面来评估演讲的内容 首先 内容将占55% 包括顾局构思15分 感染力10分 价值性10分 价值性15分 抱歉 听众反应15分 其次表达占30% 其中动作声音派度各占10分 最后语文则占15% 这包括适量性10分 准确性5分 总计100分 对表节日抗议只见评判员和参赛者可提出抗议 任何抗议在宣布成绩之前向评判主席或比赛主席提出 若参赛者有不合格或操作的嫌疑 比赛主席必须在成绩计讨前通知他 比赛结束前如有不合格的参赛者 比赛主席可以取消他的参赛权 成绩揭晓之后 参赛者必须绝对服从评判团的裁决 现在就让我来介绍比赛进行时的工作人员 担任评判主席的是张艺祥作业讲员 计判员 崩慧珍会友 陈树华会友 计判员 计判员李庆商会友 及李伟华会友 小帅者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看主席 请问你和你团队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各位会友 各位来宾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好 现在就在此宣布 幽默演讲比赛正式开始 有请叮套一参赛者 陈栗珠 哇 这里是哪里 幽默演讲比赛 我没有幽默细胞耶 怎么比啊 李庄你怕什么 对啊 谁怕谁 乌龟怕铁锤 女人怕下锤 我先告诉你们 我今晚未必先赢 我就赢了今晚没有参加比赛 报名参加比赛的人 这叫做激将法的鼓励 大家往上好 如果一天早上 你忽然听到有人在喊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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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 你说的没错 他快要发疯了 但还没有神经 他已经被工作压力压到透不过去 他在那边呐喊 他在那边挣扎 他想拼出个春天来 咦 也可能不是我 他的事业已经很成功 这只不过是他每天自我鼓励的一个方式 然后带着满腔的热忱 信心回到公司去工作 每个人都需要鼓励 不管是总统 总理 总裁 无名小助 甚至于小孩都有脆弱的一面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鼓励 来平衡你的另一面 而鼓励是多方面的 可以一个手势 一句话 一个眼神 都注意让你起死回生 充满希望 所谓良缘一句 上东罗 二语一句 明月寒 在一个社团 会员的支持 合作 对会长来 是一个鼓励 而一张奖庄呢 对会员也是一个鼓励 那我现在要的是掌声的鼓励 谢谢 记得有一次我到吉隆坡去参加一个美容训练课程 而当天来了一对母女 她那两个人的脸上有严重被烧伤的痕迹 尤其是小女孩 她不管旁人怎么叫她 怎么喊她 她始终都不肯抬起头来 她始终都不肯抬起头来 而这个时候 妈妈就告诉总裁 在意外还没有发生之前 她是个天真活泼 可爱的小女孩 我真的担心 以后她又如何面对 面对到这个小女孩 我在想 我要用什么办法来帮她呢 我灵机一动 我摇身一变 我变成了一个又拨脚又口齿淋漓的美容老师 QMQM你不要怕 但是当我一出口的时候 全场的美容师都大叫起来 我没有办法 为了挽救她 我必须继续讲下去 你看我们可敢话 他们不怕我 刚可我不怕 我怕我怕我怕 这个秀琳 她竟然慢慢把头抬起来 眼上展开了小女孩 我心中无比的高兴 我动我的快乐 因为我知道 我的鼓励取了效果 而至于自我鼓励 那是我的缺身问题 我在新大城主办了一个美容大会 当那天大会完毕之后 总共是把全部的货帮到我的店里去 而我隔天当中心的时候 我根本无法营业 整个接待处都是产品 那公司又没有改 总公司又没有 经济都没有改 没有营业 我只好求助我儿子 可是他却告诉我 不能帮 要去打球 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因为几个月来的工作压力 加上人事问题 让我压制在心中的怒气 一发不可收拾 我全部发泄在我儿子身上 可怜的儿子 当初他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日本哪个火山爆发 眼泪是要留的 工作照就要做 我叫我的美容老师 把我全部帮到我的车上 我一边加车 我一边留的 后来我把车停在路旁 我知道哭是无补以示 我也了解到靠山伤导 靠人人会好 靠自己最好 我不把自己当老婆 我也不把自己当女人 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苦力劳动 我今天晚上全家人就 凭我把这批货帮上总公司 如果没完成的话 我家里全家人没放吃 所以奇怪 我不懂我的力气从哪里来 我竟能把十多二十县的货 帮上七八级的楼梯 上电梯再到十二楼 因为一瓶搜寿水有150毫升 一小箱有一把 一大箱有四把 我的气力 不懂哪里来 不觉得重 也不觉得起床 但是呢 却让我 领悟得到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 什么心态去处理 这样子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都难不倒你 而且在你的日典中 也找不到难这个字 无形中呢 你还会变成一个不导工 在这里我有句话要跟大家共有之 恒自成 人生一年创的奋斗 追求理想 要奋斗不屑 坚持到底 恒自成 而我能够活到今天 全凭我有一股 强烈的 自我鼓励的企图心 我今天才能站在这里 谢谢 谢谢 一分钟 编号二 李爱群 姓名学 姓名学 李爱群 人死流瓶 暴死流瓶 在座的各位 和我都一样 我们都有名有姓 姓名变得是我们的一个代号 他如影随形地盼着我们的一生 影响着我们的一辈子 就如我们已故的李光耀 酒里一样 光中药主 他不止光耀一声 他的MATICA 这样 都被收入在我们的纪念 钞票 让我们永久的怀念 那是不是好的一个姓名 就能够光辉一声呢 非也非 我的名字 李爱群 好吗 好 热爱群众 我也认为对啊 别沾沾自喜啊 但每次去到政府部门的时候 我都不敢看 李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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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爱群啊 在目前为止 爱睡 一睡多 讲完才睡 李爱群 这样的尴尬 盼徐了我几十年 我负义不许 也抹不掉 为什么 李爱群 我们上一代的父母 李爱群 李爱群 教育比较低 在取名字的时候 都比较麻烦 甚至有些 就拿姓陈的嘛 如果你拍摊地久的话 就叫九弟 阿九 甚至说姓妹吧 那我认真一点的话呢 就叫小明 小华 可爱 那他忘了 我们也会随着年华老去的 那你白发叉张还叫小明 小华 真的是老可爱耶 那我再有墨水一点的话 他就把名字放得比较吉祥一点 像福气啊 福安啊 只是美丽啦 那是不是真的很好 不见得 你必须要配合你的姓哦 如果你姓吴的话 吴福气 吴福安 那你的姓富的话 吴美丽 那么 如果家境好一点 基本上孩子出事 赶快跑着去找一个相识 来跟他的小儿子看命 他必须要配合他的深层八字 深层八字 还要配合他的五行 金木水火土 那我雀金的呢 就叫金燕 雀木的呢 就叫森林 够多梦 雀水的呢 叫虫海 海中的水取不知不济 那我雀土呢 叫雀土 雀火 叫火鸟吧 可是后来他们又不这么说哦 他说五行不是以行五行哦 五行是以壁化咯 好像是一二的话是属木 三四的话是属火 五六是属土 七八是属金 九十是属水 所以我们的信音学里面便有了 天格 人格 地格 总格 李光耀三个字 大家加起来 三十三话 帝王格啊 那我说是姓李的 我们都叫李光耀 就肯定能够做总理吧 姓刘的叫刘德华 就能够做天皇居心啊 姓奥的叫奥巴马吧 就能叫美国总统 不 有人不这样做不到 他还影响着你的影子一生 据新闻报告 在中国一个小村 村里面就有八个人叫刘德华 九个叫张伯枝 但是在张伯枝的那个不雅新闻满天飞的时候呢 他很想把他病人长满鱼 那么我们的名字和形象有关 我们都说人如其名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那些武打明星啊 保镖啊 通常呢 不是叫什么龙 什么武就叫什么镖的 绝对不会叫李白啊 或是白鸡的 那么如果我们的部长 有叫李小龙啊 成龙或是曾子大的话 肯定他只能做国防部长 这边就想到我高中的一个同学 他长得小小玲珑 他的先生呢 也就像 呃 那个 吃餐园丽啊 那他跟我介绍的时候 他的名字 我一次就蛮记得 那我跟先生讲 唱金共 哈哈哈哈 这个金刚 怎么 国差这么大啊 我想大家 都怀疾犹新 台湾有一位格型 叫做 许春美 美吗 你们自己想 哈哈哈哈 在此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发生在 中国的一个乡下 一个女士呢 她同时跟三个男子交 她们跟别姓高 敬礼跟姓陈 可是 家王之后 后来她怀孕了 生下一个小男婴 但是她明天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谁 她的爸妈是谁 那么 也尴尬在乡下嘛 想来想去 就说 噢 入口有一个盲人相似 听说很明的 跟三个男子三人 她也说好 好 就跑去问 她就把他相似 下次问她一句话 这三个人每天 还跟你见面吗 她说有 算 啊 就叫这个名吧 过春海 可是没有信过呢 啊 你听我说 哎 过呢 就是取高子的上面 取礼的子 取成的 那么三天都有见面 那是春喔 男人每个人跟她一点 追出春海咯 再想 如果你们有男的媳妇 非常 抱歉 乐趣的 回去别问你妈妈哦 肯定一巴掌啊 从来会讲 你也别问 你只不过是 你的生辰八字少了水 谢谢 谢谢 cm 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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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